很多神话故事中 总是离不开一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器具 当普通的器具成为神话故事中的关键之物后 便从此变得神秘起来 许多年过去 有些被保存下来的神秘物件 据说他们现在仍旧拥有着神秘的超自然力量 下面大惊小怪将为你带来 盘点五个世界上传说中的神秘器具 约翰 迪的水晶 约翰 迪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在专心书和科学方面的顾问 她也是一位数学家并自诩为医生 1582年 根据迪的说法 天使乌烈儿给了她一个礼物 一块巨大的紫色水晶 她可以利用这块紫色水晶和天使说话 水晶之后被传给了迪的儿子 迪的儿子后来把她交给了她的医生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在她的医疗实践中 使用了这块石头 据说水晶可以制约她的病人 王林战骨 德雷克之骨 弗朗西斯 德雷克爵士 是英国的探险家 冒险家 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的水手 眼中臭敏昭著的海盗 1596年 在巴拿马海岸附近地区死于利己 在德雷克的遗产中 有一个皮革制的小鼓 这种鼓敲击发出的声音 在当时的战争中 是进攻的指示信号 据说 后来当英国将要处于危险之中时 这个战鼓的鼓声会自动响起 警告人们为战斗做好准备 甚至如果有人敲鼓叫她回家 弗朗西斯 德雷克的亡灵 将会从她那潮湿的坟墓里 回来保护她的国家 据说拿破仑在攻打英国时 在附近美英国军队 且法军没有敲鼓的情况下 有人听到港口附近 有战鼓的鼓声环绕 终日未决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汉敦克尔克撤退期间 也有人听到了这个鼓发出的声音 1918年德国海军投降时 虽然船上没有这种古老的战鼓 但很多人听到了战鼓的敲击声 人们相信这是德雷克的亡灵归来的迹象 在英国约克郡的会特别博物馆里 收藏着一只被称为荣耀之手的 人类手的木乃伊标本 这只手是在世纪初被发现的 之前它被藏在一座古老的茅草屋的避风里 据说这只手是从一名死球的尸体上切割下来的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制作成了木乃伊 虽然它被称作荣耀之手 但似乎跟荣耀沾不上什么关系 据说它被窃贼当作蜡烛使用 当这些窃贼在夜间行动时 往荣耀之手的指尖图上特殊的炸 并点燃 如果有一根手指上的炸点不燃了 说明那间他们将要潜入的屋子里有人醒了 提醒他们要小心 更神奇的是 这只荣耀之手一旦被点燃 便可以永远燃烧下去 就算是水和风也不能让它熄灭 唯一能让它熄灭的方法是 把它浸到一种特殊的蓝色的牛奶中去 南特欧斯杯 很多人认为这个木制的杯子是一个圣杯 这个杯子最初被保存在威尔斯 佛罗里达地曾修道院 现在被摆放在维尔斯国家图书馆的展示柜里 它被认为是七元十四世纪 但看起来却上一块存在了两千年的残缺木头 长期以来 人们都认为这个杯子有治愈的力量 这个杯子曾经多次被借给病人和垂死的人 人们相信这些可怜的人用这个杯子来喝酒 疾病就能够痊愈 尽管借杯人被要求将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作为抵押 以确保其归还 但杯子的使用不收取任何费用 南特欧斯杯于2014年被盗 但一年后被人安全归还 据说盗窃诊的动机是为了 用这个杯子给一名换了严重疾病的女士致病 巴斯比的椅子 托马斯 巴斯比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他爱酒如命 而且经常暴跳乳雷 1702年 他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岳父 根据习俗 他在十字路口被绞死 他的尸体被直接吊在绞性架上 直到腐烂 在十字路口附近有一家客栈 去说这家客栈被巴斯比的鬼魂缠住了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巴斯比似乎不喜欢坐在一张特别椅子上的人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驻扎在这家客栈附近的空军军营的飞行员们 也认为这把椅子不激励 坐过这把椅子的人都会发生坠机 而20世纪70年代的极起致命事故中的受害者 都坐过这把椅子 1978年 客栈的老板出于对顾客的关心 也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 把椅子捐赠给了当地的一家博物馆 条件是不允许任何人坐在里面 尽管有很多好奇买家 经常出高价想要购买这把椅子 但博物馆拒绝出售 如今这把椅子被悬抱在墙上 避免好奇的人去做它 大惊小怪每天将为你带来 地球上五件奇奇怪怪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帮我按喜欢并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每天为你带来更精彩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